我是孫大謙 对未来你会恐惧吗 你会害怕失败吗 在未来 失败再站起来就好了 不会想放弃 可是牛汗的成果 一次牛汗 我第二次带来 所以当你迷惘的时候 你就会去想你所做的努力 你的坚持 其实会迷惘 代表我们有思考 迷惘有的时候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迷惘 因为你恐惧 所以你才会去思考 因为我们去思考 我们才能够把那些迷惘 变成一些有正面价值的东西 我认为要走出来迷惘 必须先不恐惧 那么你唯有不恐惧 你才能够把迷惘 变成是一个积极跟正向的力量 迷惘的存在 不应该是成为一个恐惧的课程 你才能够把迷惘的东西 感谢观看